同门村的村民大部分都是从事务农工作 由于前往山上的时候没有产业道路 让农民很不方便 为了解决农民需求 秀林下面代表台北火 向秀林相公所还有华联县政府争取 近日新建完成了一个产业道路 希望可以提升地方的农业经济产值 同门部落的台路隔组的主任们 大部分都是以务农为生 而农入可以说是他们经济的命脉 由于山区长期收到雨水的冲刷 路面常常会被侵蚀 为了解决农民们常年的问题 秀林下面代表台北火 并且向秀林乡长王玫瑰反映来进行施作 同时也向华联政府加码新建 让农民们能够方便在运农作物 来提升部落的经济产值 这里是同门第七岭的产业道路 就是同门村往山上的产业道路 这一次从下面第七岭的入口开始 算到最上面的地方 有两个家户那个地方 总共有2500多米 还需要比较庞大的经费 所以我这一次 沉蒙我们乡长来看了两次 王玫瑰乡长也觉得说 应该给他们一个安全的农业的道路 所以一半的经费 大概400万 我们投注在这个地方 是用乡公所的经费 已经做完了 这个部分是做完了 另外上半段 下半段是乡公所做的 上半段我们也请了县长 县府这边的经费 县长也很体恤我们 所以这一次我也带他们来会看了两次 应该是现在正在设计中了 所以上半段的也有一公里的地方 是由县政府来做 大概这几个月就会开始设计花苞 我们也正期盼着 我们尽快给它做完 所以在这里特别感谢我们的县长 徐政卫县长 还有王玫瑰乡长 以及所有的他们的工作同仁 在这么用心用力的 帮我们同门 施作这么重要的产业道路 修行下面代表蔡博霍表示 同往部落主人们可以说是相当知足 而他们最需要的就是一条安全回家的农路 在去年度向修行相公共所和互联系的反应 来说明主人们迫切需要的产业道路 新建一条大路之后 希望让大家能够增加地方的经济产值 也帮助大家工作能够更安全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